撒姆尔记上第十二章 撒姆尔对以色列人说 看啊,我已经听从了你们向我所说的一切话 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现在,有着王领导你们 至于我,我已经年老法白 我的儿子也都在你们那里 我自幼年直到今日都领导你们 看啊,我在这里 你们只管在耶和华面前 以及在他的受高者面前作证指控我 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 欺负过谁,虐待过谁 从谁手里受过贿赂 以致我的眼睛因此被蒙住呢 如果有,我必偿还给你们 他们回答 你没有欺负过我们 没有虐待过我们 也没有从谁手里取过什么东西 撒姆尔对他们说 今天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做见证 他的高利者也做见证 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到什么 他们说 愿他作证 撒姆尔对人民说 从前选利摩西和亚伦 又把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是耶和华 现在你们要站住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与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 从前 亚各到了埃及 后来 你们的列祖 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拆遣摩西和亚伦 去把你们的列祖 从埃及领出来 又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 他们却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神就把他们交在下所的将军西西拉的手中 以及菲利士人和摩押王的手中 于是 这些人常常攻打他们 他们就哀求耶和华说 我们犯了罪 因为我们背弃了耶和华 又去服侍巴黎和亚斯塔路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我们就必侍奉你 于是 耶和华拆遣耶路巴黎 彼旦 耶弗塔 撒姆尔 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 你们才可以安然居住 可是 你们看到亚门王拿侠来攻击你们 就对我说 不行 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 其实 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现在 你们所拣选 所要求的王在这里 看啊 耶和华已经立了一个王统治你们 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 侍奉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你们和统治你们的王就必跟从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是 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违背他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就必攻击你们 好像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 现在 你们要站着 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将要施行的这件大事 现今不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吗 我要向耶和华呼求 他就会打雷降雨 你们就可以知道 你们就可以知道 又可以看见 你们为自己要求立王的事 在耶和华看来 是行了极大的恶事 于是 撒姆尔向耶和华呼求 耶和华就在那天打雷降雨 众民就非常惧怕耶和华和撒姆尔 众民对撒姆尔说 求你为仆人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 免得我们死亡 因为我们为自己要求立王的事 是在我们的一切罪上 又增加了这一件恶事 撒姆尔对人民说 不要惧怕 虽然你们行了这一切恶事 只是不可偏离不跟随耶和华 总要一心侍奉他 不可偏离耶和华去追随那些空虚的偶像 因为他们本是空虚的 对人没有什么益处 也不能救人 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大明的缘故 必不丢弃他的子民 因为他喜欢使你们做他的子民 至于我 我绝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要把善道正路教导你们 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 诚实全心侍奉他 因为你们已经看过 他为你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如果你们继续行恶 你们和你们的王就必一同灭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